其实这个戏特别感慨 因为从拿到剧本那一刻就特别喜欢 没有犹豫 就是这么一个好的项目 然后当我知道的每一个餐饮的演员是谁了之后 我就每天都在对这个戏增加期待值 当我们从开始训练 从我们开始去表演课 我们一路所有人走过来 大家像一个团队一样 像一个team一样 其实我们剧中也在讲的 我们如何像一个team一样去比赛 去为国争光 但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大家就非常好的氛围 不光是SP 不光是KK 还是曾经的solo的这一帮 我们特别热血地在追梦的过程 其实很多戏我们自己演的时候 都会被我们自己感动到 特别尤其是那些夺冠的瞬间 那些彩带往天上飘 然后我们举着国旗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的感触和感动太多了 所以今天看到他取得这样子的成绩 我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演员 所有的工作人员 为一个项目付出的努力 有了收获 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特别欣慰的事情 是我觉得 我一直在坚持的事情 就是做好一个演员 那我通过一部事情 然后呈现给了大家 我觉得特别满意 我这所有都是特别好的演员 大家在拍这个戏的时候 付出的辛苦汗水 可能我们没有看见的 可能我们没有看见的 可能被剪掉的 但是其实都是大家 一滴汗水一滴的 全部拍出来到今天的 所以特别不容易 这个戏真的特别不容易 谢谢大家 这样吧 我觉得 其实刚刚跟几位 都聊了聊自己的角色 但是韩商严在今天 就要正式地跟我们说再见了 所以 我们一起来 邀请李线 跟韩商严说一个再见 我们迎接更好的李线 好不好 韩商严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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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